这个资料之后的话 如果想知道几率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嘛 你可以在这边先统计一下号码 号码就总共1到49号 所以我可以往下拉 1到49 然后几率是多少的话 那我建议如果你要算几率 建议是把这个范围的 先定义一个名称 这个定义一个 定义名称的话 各位知道 选举这个范围之后 这边可以定义一个叫什么 名称也许要开奖好了 这个名称叫开奖 那以后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名称去抓取这个范围资料 跑掉了 再一次 这边记得选举Ctrl 系统向右向下 建议是如果以Sale的话 用快速键 否则的话你如果不用快速键 挖太多 这个特别跑掉 好 那这边的话给它 定义 定义名称的话就是在 它的那个左上角上面 加一个名称 按个Enter 这个范围就是要开奖 那如果我要算它的几率的话 很简单 就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Count if函数 其实Count if函数非常好用 其他语言可能不见得有这个东西 List Python Python List 里面 有一个函数 它叫Count 这样子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东西 那我只要按F3 这边就有开奖 指的就刚刚那个范围 Criteria就指的是这个号码 那你会发现 总共从这么多的号码里面 一号出现的次数是272次 那你如果向下填满了 全部都算完了 那哪一个机率最高呢 你可以再除以什么 全部号码 全部号码怎么算 你可以用那个Excel里面的叫Count函数 Count什么呢 Count开奖就可以了 后面不要加一幅 也就是说呢 帮我算一下 开奖刚刚选那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数字 OK 那把总共的数字除以它 这个它重的次数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就算出它的这个几率了 OK 所以它算出来的结果 Count它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把它变成万分 一万次出现几次的话 那我可以把它改成格式 按右键格式 一万次分数好了 分数里面的话你可以 一万次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什么 制定一下 一万次出现几次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万次出现的次数 OK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这是不是有 可以讲我刚刚是不是选错范围 这个范围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很快的知道说 到底这个里面哪一个排名是最高的 诸如此类的 我们可以用 Excel 其实Excel的好处就是说可以快速的做排名的分析 不过我这个公式 结果好像有点怪怪的 开讲的号码里面 帮我找一下这个范围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康义符的话 跟康义符 只能找什么 只能找数字 不能找文字 所以你会发现自转 那怎么办呢 这个里面的资料 假如说你会发现特别号好像本来就是数字了 好像因为我们用Splitter 所以刚刚最后应该是Splitter的时候顺便把它转型 转成Int 如果说现在假如说你来不及了 如果没有那个VBA转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各位熟不熟Excel Excel里面的话有一个文字类的函数 他如果要把文字转换成数字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什么 叫Value 有没有Value函数嘛 那这个Value函数在Python里面呢 就是叫E-Evil 其实叫E-Value OK 那这个Value函数的话 你可以把文字给他 他就帮你把数字 把文字转数字 OK 当然我们可以再把它拉过来 因为有六个号码 所以六个 那把它向下填满好了 那填满之后的话把它复制 再到这边做什么 选择性贴上 把它贴上只有值就可以了 就是把它盖过去就对了 OK 盖过去之后的话 那这样子 再把这些资料 Ctrl-ship向右向下 Delete掉 这样我们来看 应该这样就不会怪怪的 对没错 大概一万次大概两百多次比较合理 一万次过一千多次 那就太高了 OK 好 所以最后的话 如果算排名呢 那你可以把它用什么 用统计里面的Rank 这边的话你可以用Rank.EQ 新版的话是Rank.EQ 因为我们在2007 Rank的话 它的几率 它的范围 范围的话是这个 Ctrl-ship向下 然后记得把这个范围也先选起来 把它按F4 把这个范围固定住 这个范围 它的几率 它的几率 在这个范围排多少 把它向下 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看出 第一名的话是1号 OK 其他的话 最后我如果要列个表的话 也可以很快列出来 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的话我大概有几个重的 第一个 定义名称 记得选7个号码 Ctrl-ship向下 然后把这个范围给一个名称 给名称的话记得是在 这个上面输入名称方块输入的名称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那个里面的资料是文字的话 你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文字类里面的一个叫Values的这个函数 可以把文字转换成数字 再贴回 选择性贴上 然后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Count-if函数 开奖 然后给他哪个号码 他就帮我算出次数 再处理Count-if函数 帮我算一下开奖里面 总共有几个号码 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算出 它是万分之219 这个格式我是按右键格式 我是用什么 用那个分数里面的百分之多少 按制定去改的 你可以再输入两个零 本来是百分之多少 那输入两个零就是万分之一万次出现几次了 OK 这样的话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要的结果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很快 如果我现在假如把大乐透的资料抓下来 那我在利用什么 Excel里面的基本功能 其实就可以很快大概知道一下 哪一个号码中奖的次数是 几率是最高的 然后帮我做个排名 再来的话 待会我们就稍微改个方法 利用Python 再把它试做看看